我们要知道在汉武帝的晚年 对于他本人 对于他的家族 对于汉帝国 最大的一出悲剧 就是由于污谷之祸 汉武帝等于是造成他自己的皇太子刘巨被杀事件 在这场人为的悲剧当中 武帝他的长子刘巨等于是在乱中被杀了 大汉朝痛失储君 那么这场万古寒悲的悲剧事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说起汉武帝他的太子刘巨 那是汉武帝在盛壮之年 邂逅了绝色美人魏子夫 数度云雨就生下了刘巨 当时连进尔历之年 这个汉武帝也非常兴奋 这孩子刚一出生 他就亲自做了一个皇太子妇 等于提前昭告天下 这姑姑坠地的这块圣肉 就是当国皇太子 母以子贵 元首元年也就官前128年3月 汉武帝立魏子夫为皇后 元首元年就官前122年 汉武帝把这小孩就立为太子了 当时刘巨7岁 可见汉武帝对自己这个太子 曾经寄予众望 他当时就严请名师 教授这个小孩学问 成年之后 汉武帝还在宫内专门为太子刘巨 开设了一个叫博望苑的地方 等于就类似于一个学宫 让他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招待文人默课 研习学问 便请天下大儒 便晓天下大事 刘巨这个人具有典型的长子性格 史书上说他人数温锦 但这样的性格特征相对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就显得有些油弱了 虽然如此 刘巨的母家一族 就是魏子夫他们 就这个美女他们家 你想包括魏清 包括霍去病 毕竟都是对汉朝立下赫赫功勋的大将军 大司马 因此太子的母家一族 是根基深厚 汉武帝后来就察觉太子和他母亲 魏子夫有不自安之意 他就对太子的旧父魏清表示 太子敦重浩敬 必能安定天下 使朕无忧 欲求守闻守城之主 哪里还有比太子这样的人更贤德的呢 听说皇后与皇太子有不安之意 怎么可能呢 你可以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他们 有人看到这儿可能就会问 这汉武帝和魏子夫是夫妻啊 他就不能亲自告诉这个皇后吗 汉武帝他是后宫美人无数 自然呢 不是天天和魏子夫啊 住在一块 而且归为皇后呢 掌管后宫 魏子夫呢 也是大盲人 所以呢 中国古代历史上 这个皇后皇帝 除了隋文帝夫妇以外啊 基本到中年以后啊 都是那种政治夫妻 这些话呢 就刚才汉武帝对魏清说的这些话 倒不是安慰人的这个虚言 当时的汉武帝呢 还确确实实没有任何改议太子的这种心 毕竟刘炬他没有任何会行啊 人品要好 学问要好 礼代世人 当时在国内声望极高 最主要的 加上他母家一族 权威赫赫 对那个汉朝的天下立有大功 因此当时皇太子的地位啊 很难动摇 元丰五年呢 就到了公元前106年 大将军魏清病逝了 在此之前呢 获取病也已经病逝了 由此呢 皇后魏子夫和太子刘炬等于就 失去了从前啊 他这个母系这个家族的有力后援 加上魏子夫呢 他逐渐也是年老色衰啊 因此对于重情声色的汉武帝来讲呢 这个人就是寡恩之人 因此呢 魏子夫皇后 他虽然说皇后的位置一直没动 但是汉武帝呢 很少就能和他见面交谈了 两个人就很少像青年时代那只交交心啊 互相谈一些提起话就没有了 这个夫妻感情疏扰了呢 父子之间的感情呢 也日益产生出嫌隙和隔阂来 我们知道这位皇太子刘炬 他在这个青少年时代 他一直是受儒家的老师教导 而这个太子呢 为此呢 他经常去劝谏武帝 答案是为了他爹好啊 就为了百姓生计 咱们应该减少对周边四夷 特别是对匈奴的战争 武帝当时听这事很不高兴 就回答说 我现在在边疆兴兵动武 最终目的是什么 还就是你当皇帝以后可以安享太平 汉武帝这个人一直严行俊法 皇太子这个人为人宽厚 也一直劝他亲爹 咱们宽人治愈 咱们对百姓啊 别这么这个民行俊法的 咱们宽一点 逐渐的父子之间 在一些治国理政方面的政见 就有一些小的不和 日积月来呢 慢慢就上升为父子感情上的这种疏离 那么太子刘俊这种宽人的主张呢 实际上当时得到了不少 这个读书人和百姓的支持 使得许德呢 复合武帝 主张延行俊法治理天下的官员呢 心中也大为不满 而后呢 汉武帝又重用酷吏江冲 这个人上台之后 对于太子刘俊来讲啊 完全就是个丧门星 江冲这个人 实际上他原名叫江齐 他是邯郸人 这个人呢 是阴贼臣猜 骨子里绝对是小人 由于啊 他到长安啊 上告 汉朝宗室 赵国太子刘丹 违背汉国的法律 因此呢 当时他就得到汉武帝的表彰 他因为是赵国 是赵国 宗室赵国 治理下的韩旦人 所以说他就把他那个国主给告了 上朝入队之时呢 江春就很清楚 汉武帝这个人好大喜功 而且他避见汉武帝的时候 喝大壮的齐装一服 相貌堂堂 这个江冲长得非常堂皇 然后口莫似箭 就陈说啊 这个攻发匈奴的他的这种计策 这一说呢 郑仲武帝下怀 当时龙眼大跃 对江冲印象特别好 觉得这个是能人能干 马上就派江冲作为汉朝的使臣 出使匈奴 你当外交官嘛 必须得样子好 满嘴的口莫横飞 能使匈奴 能让他们这一显辈 能让书农 感觉到 你看我大汗招咬人 回朝之后呢 由于这个江冲啊 这个外交任务 完成来挺不错 汉武帝就拜他为什么呢 直指绣衣使者 什么叫直指绣衣使者呢 并不是绣衣服的使者 这个是专门负责 就跟后世明朝的锦衣卫似的 就专门负责监督治理 这个就是长安附近的盗贼的 然后呢 还能监察都城之内的王公贵族 看这些人有什么奢侈欲制的 检阅的 这些案件的 实际上呢 这个直指绣衣使者啊 不是汉朝正式的官称 等于是汉武帝当时想出来的 临时设置的一种官 他是干嘛呢 就给那些信得过的官员 让这些人充当耳目 怎么办呢 给他这样一个官名 基本上呢 就是汉朝的盖世太保 由于当时长安城内 不少啊 这个贵族啊 近臣呢 好多人 有那种检阅啊奢侈的那个事儿 江冲对这些人也不怕得罪 没有丝毫喊哄 一一举报 不仅把那些为制的车马没收啊 还把那些范进啊 那些公子哥儿 贵族子弟 全部都抓到北军当中 然后呢 江冲放周锋来 就说要把这些人充当罪人 全部发配到边境地区去打匈奴 一到那地方去 九死一生啊 惶恐之下 这些贵族子弟都入宫 到五帝那里叩头 希望呢 能够呢 花钱赎罪 五帝这阵暗中高兴啊 马上点头赞同 好 可以 交钱就没事儿了 最后呢 这些贵族子弟 家里所出的赎金呢 数目达到数千万之多 一下子呢 就大大丰富了汉朝的军费 汉武帝那这一直打仗啊 正需要钱 因此呢 汉武帝大悦 更认定江冲这个人 忠职可好 奉法不阿 江冲那些作为呢 其实啊 在开始的时候 和这个皇太子刘聚啊 没有多大关系 你说他抓那些人 贵族子弟 跟太子没什么关系 但是呢 江中的丑表公啊 和他这种给予表现啊 最终还因为一件事得罪了太子刘聚 有一次呢 这个太子的家臣也有急事啊 乘那个车马 这皇帝专用那个宫中迟道中行走 结果呢 江中下令 马上逮捕 太子为这个事 还亲自向江中求情 就说啊 您千万这个放过我一马 你看我的家臣不懂事 如果这个事 让皇帝知道 对我非常不利 武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更对这个江冲啊 印象更好 不停的点头对旁边说 看见了吗 人臣当如是以做臣子的 就应该像江冲这样 看见了吗 连太子 太子的家臣犯法 他都能把他抓起来 大公无私 由此呢 江冲呢 就大见信用 而且这个人呢 你看皇帝对他都这么信任 数次夸奖他 因此他权力就更大 威震惊师 武帝高兴了 太子和皇后卫子夫是肯定不高兴的 大凡 平常人做事 只要特别高兴的 后来肯定有不高兴的事情跟着 江冲呢 也很清楚这一点 当时呢 汉武帝呢 已经岁数大了 身体又差 没准处哪天就嘎嘣一下 驾嘣 一旦太子刘具继位 江冲他自己也知道 肯定对自己不利的 找后仗啊 小人呢 是心狠手辣 江冲知道啊 武帝这个人多疑 于是呢 他就利用当时 汉武帝太子之间的这种嫌隙 他先行一步 他以巫蛊事件为缘由 往死里面诬陷太子 江冲本来的目的 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一事件 来促使汉武帝把太子废掉 结果呢 超出他的预料 事情闹大了 汉武帝晚年 由于他常年服侍那种仙药仙丹 身体越来越衰弱 神经系统呢 也受到那种药物的毒害 特别多疑 他时常会出现幻觉 甚至白日见鬼 看到什么带剑的小人在宫内转悠 所以呢 一向信邪信巫鬼的汉武帝 就特别忌讳巫蛊诅这些东西 在汉武帝晚年 死于巫蛊事件的人特别多 你想王公贵族都不免于祸 就连武帝昔日宠臣 丞相公孙贺父子 包括武帝自己俩闺女 杨氏公主朱易公主 以及大功臣魏清的儿子 长子 席爵的那个常平侯魏康 都因为牵连到巫蛊之祸当中 受到诛杀 当时江冲或是全权负责 查这些跟巫蛊有关的案件 他更在全城范围之内 到处搜捕 到处去抓人 抓到嫌疑犯之后 又是大烙铁烙 又是鞭子打 反正无所不用其极 酷刑相逼 许多人都驱打成招了 互相攀巫 互相攀眼牵连 结果巫蛊之祸越闹越大 江冲属下官吏 然后最后把这些人驱打成招人 招了之后干嘛 以大逆不道的罪来判判刑 前后杀掉多少人 数万人 实际上这数万人百分之百都是无辜的 接着江冲还编造事实 就说宫中大有巫蛊之气 汉国帝一听大怒 马上派江冲你给我查 江冲带人就来到太子宫内 来掘蛊 什么叫掘蛊 就挖掘那个巫蛊 江冲身边的人还带了一个匈奴的巫师 这个人号称能试鬼探蛊 就凭空啊 他就能看见那个巫啊 鬼啊在哪儿 结果呢 泼酒燕地 把酒泼在地上 最后就在那个太子宫内到处来挖 果然挖出不少的同木做的那个小人偶 这些东西 我们想都能想到 肯定是江冲提前人买好的 专门用以充当太子巫蛊的这样的罪证 当时呢 汉武帝正在长安外面的甘泉宫避暑呢 都城这个宫内呢 只有皇后魏子夫和太子在那留守 黄疾之余呢 太子刘聚听说自己宫内又挖出这个巫蛊的人偶了 就问他自己的师父 就那个石德 商业怎么面对啊 身为太子师父这个石德啊 他心里都特别清楚 只要太子还受到诬陷得了罪了 自己作为太子师父 肯定 会被杀掉 不仅被杀掉自己的三族 也肯定会被卒诛 恐惧之下 那石德就劝太子刘鹤 你现在事情到这个地步 你只能 假借皇帝的招职 把这江冲啊 这人先杀了再说 以免重蹈秦朝复苏那样的那种悲剧结局 没办法 太子这时候也没有主见了 他只能是先发之人 他派人啊 假装冒充汉武帝的使者 忽然前去 还收捕这个江冲等人 所以说小人也汪作小人 江冲呢 那相貌堂堂的大脑 那咔吃一刀 就被这个太子刘鹤手下的武士给砍上来了 掉落在荒泥地上 而后呢 一不做二不休啊 太子刘鹤就派人 把那个号称有特异功能的 能看鬼是屋的 这样那个匈奴巫师也绑起来 掉在上林院的树上 下面点火 你那么说你能看鬼是屋吗 我看你到底有什么能呢 结果就把这个匈奴骗子 变成了一只烤全羊 弄杀两人之后呢 太子就派人持结 就是象征黄泉的那种 那就是那杆上有那个结毛 夜入魏严宫的长丘门 禀告自己的母亲魏子夫 就把这个事情原委啊 一无一事都讲了 然后呢 他又骄招 召集了不少弓箭手 因为他毕竟是太子嘛 而且是留守国都嘛 他就弄了不少武士 打开武库 然后分给那常乐宫的卫兵 向百官宣布江冲造反 现在是国家紧急状态了 当时呢 江冲还有另外一个助手 苏文的 这小子趁乱就跑到武帝 避暑的甘泉宫了 就像武帝说 太子兴兵造反 刚开始的时候呢 汉武帝还不相信 苏文这一说 就回答说这太子啊 肯定是因为害怕的这样做 估计呢 他是被江冲啊 给气坏了 被江冲击的 于是呢 他就派使者 召太子前来啊 到这个甘泉宫啊 面见自己 然后你给我解释清楚了 结果派出这个使者呢 他害怕被杀 他根本就没到太子那里 他不敢到太子那里 在那附近转悠了一圈之后 回来持报汉武帝 就赶紧急死白咧的 号称他自己 已经去见太子了 结果呢 他就说什么呢 太子真造反了 还要斩臣 还要把我给杀了 结果呢 臣寻机逃归 汉武帝一看 我叫一个使臣 前去招你 你竟然不来 就是真造反了 于是呢 他就下令丞相刘曲毛 率领大批人马 前去 来扑治太子 唯恐呢 事态得不到控制 汉武帝本人也离开甘泉宫 他就驻扎在长安西边的建章宫 然后招发三府县兵来援 什么意思呢 就下招啊 招这个 就是首都附近的 这个所有县的县兵 前来这个镇压叛乱 当时太子呢 是因为纠集了数万人 他这个和这个丞相 刘曲毛率领的军队互相激战 当时呢 也是互相杀了杀了不少人 血流成渠也 也是 长安城内呢 在这都愤愤传言 太子谋反 由此呢 太子的势力慢慢就减弱了 毕竟是皇帝还活着呢 太子忽然之间起兵 所以说这百姓呢 官员啊 将士啊 慢慢越来越狐疑 因此呢 归附丞相刘曲毛的人呢 就越来越多 交战不利 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太子刘俊没办法了 只能逃离长安 由此呢 丞相刘曲毛控制的这个大军入了城了 武帝呢 就派人收取魏子夫皇后的喜寿 就他象征权力的玉喜爷受贷 这阵呢 知道儿子已经失败了 绝望之余 这皇后被子服 只能即刻自杀了 太子刘俊当时逃到哪 逃到胡县 也就是今天河南三门峡 陵堡县 这个玉陵镇那个地方 他身边带自己两个小儿子 就在全旧里的一户贫农家里 躲避着 就一个贫民家里吧 不久呢 太子的行踪就被汉朝的官吏发现了 朝廷立刻派人 来逮捕太子 情急之下呢 太子自杀 这个自杀呢 是史书上写的 应该是被杀的 那么户主呢 也在格斗中也被杀了 你甭看这个是贫民 他还挺像的太子 太子身边两个小儿子 当时也被杀了 那么太子刘俊当时有三子异女 到这个时候呢 全部遇害了 太子的正妃呢 史良帝呢 他所生的孩子叫刘晋 这个孩子已经在长安被杀了 他当时呢 幸存有一个出生不久的 刚刚出生的小孩 因为当时这个孩子太小 又是五弟的亲曾孙 因此呢 就没被立刻杀掉 当时呢 五弟一下招 就把这小孩子啊 压到专门的监狱中 关押起来 所以呢 五弟太子刘俊身后呢 只剩下这么一个孙子 而恰恰是这个小孩 日后呢 被那大臣霍光雍丽 成为汉朝历史上标柄千秋的一代帝王 汉宣帝刘病仪 这个刘病仪 后来改名叫刘荀 太子这个事件之后呢 汉五弟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终于发现巫蛊之祸是因为自己多疑而起 也是后悔无极啊 汉五弟呢 这时候才深知自己的太子刘俊 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心 于是呢 怒机之余 他下令把那姜冲灭族 然后呢 他又把姜冲的亲信苏文 就当时向他告状那个小孩 活活烧死在横桥之上 慢火细闷 把那小孩给烧死 处理了姜冲这个余孽余党之后呢 汉五弟又在湖县 就他儿子被杀那个地方 建私子宫 就派人在太子遇害的地方 又修建了一个归来忘思台 以此呢 来寄托自己 对自己这个太子和他那三个孙子的怀念之情 但一切的一切都太晚了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 可见这巫蛊大案 是导致了汉五弟晚期政治 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当然呢 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这样的走向 那么我们讲了半天巫蛊 蛊这两个字 大伙都深入脑海了 什么叫巫蛊呢 在中国汉朝之前的典籍上啊 没有专门的技术 有人就认为 《易经》当中的蛊卦 那个和巫蛊有关系 这完全是牵强附会 《易卦》中的《易经》当中的蛊 是故老的故故乡的故故乡的那个字的通戒字 和巫蛊的蛊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蛊 蛊惑也 蛊这个字的蛊音和鬼鬼神的鬼那个字通戒 同时呢 蛊还和哪个字通呢 诵咒的祖 诵咒的祖 这个字通 实际上 古呢就是诵咒之术 可以这样说啊 巫蛊就是污鬼之术 或者是呢 巫褚之术 汉书记载说 巫蛊呢 起字胡 teeth nicht 也就是说从匈奴传到中土的 这个实际上非常有道理 因为匈奴民族呢 他信奉的是萨满巫术 和史书上记载得巫蛊之术操作方法是特别近似 就是拿铜墓制作 rounds 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的对象的名字 生辰八字什么的 然后装身弄火一盘 施以魔法和诅咒 最后将木偶埋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者附近 经过这样的魔法污谷 信的人就认为被诅咒的人的灵魂就可以受到控制 他的性命就能掌握在施法术人的手中 从战国晚期开始 由于当时战乱导致的民族迁徙和融合 使得当时的匈奴萨满巫术就慢慢传到中土 而且逐步流行 无论是下层百姓还是上层王公贵族 都对巫术这个东西巫谷这个东西深信不疑 那么汉武帝继位之初的元光年间 实际上他当时皇后叫陈俄娇的表妹 当时也是因为使用巫谷之兽 诅咒过刚刚得到武帝宠爱的美人魏子夫 武帝当时发现之后 就把昔日金屋藏娇的表妹皇后给废掉了 当时受到这个事件牵连 被杀的女巫和工人多达三百多人 但当时的巫谷事件 仅选于皇宫内庭 对于汉朝国内政治影响非常小 那么汉武帝征和元年冬天开始巫谷之祸 影响太大了 甚至延绵数年 牵连诸死者甚重 而且都是皇族有关的宫秦大臣 你看连包括皇太子刘巨 还包括皇后魏子夫 丞相公孙赫 还包括后来什么刘屈毛 就是抓太子的那个丞相 后来也因为巫谷之祸被杀了 什么朱义公主 杨石公主 一大堆诈的人 从此巫谷之祸成为汉武帝晚年空前的一场政治乱局 对日后的大汉朝国运影响非常非常深远 追本巡猿 实际上巫谷之祸 今天来讲 还有他的科学解释 汉武帝天汉年间 汉朝国内疫病大流行 连获取病 这位天下无双的青年军事天才 也都在这场汉朝大急役中得病而死 那么这种疾病的最初原因很可能就是由于匈奴人所治 当然了 这并不是说匈奴那大巫师 那萨满教的巫师 他多有能耐 能把汉朝人揍死 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果导致了这种疾异的发生和流行 匈奴萨满巫师在战争过程当中 他经常指导匈奴军人把病死的牲畜埋到汉军经过的水源上方 或者将未死的受传染的得了病的战马死尸 什么驱赶到汉军的军营附近 或者把那个战马得病的战马去让到汉军的军营之内 最终造成汉军人马染病 因为死马死撑术或者是人的尸体造成这种病毒 随着汉军最后凯旋归来 等于就被那些军人带到了长安等内地地区 造成这个疫病在都城和附近地区的大爆发和大流行 我们想就是在今天 我们对于这种变种的许多病毒都束手无策 更何况当时科学就不发达的汉潮 当时的人非常迷信 因此就把这种治人死命的疾病 疫病传染病归结为什么呢 巫谷诅咒 因此当时的年老体弱的汉武帝更是一心四起 加上他本人晚年也可能是受到病毒的轻度感染 更加深了他对巫谷的恐惧 所以巫谷之祸的历史谜团其实也不是特别难解 主因是汉武帝多疑的猜忌的性格 刺因是胸中人最早的生物细菌战 辅因就是汉武帝平时服用的导致幻觉发生的神仙大力丸 种种相加最终导致帝国 汉帝国的政治大灾难最后来临了 诚择